由到周末,在這個短篇裏面我講了 對於一些準備移居或者已經移居英國的人 如果日後生活的開支包括購買物業要的錢 主要是來自現在的儲蓄的話 即是說一決定移民就等於沽空了英鎊 必須要在匯率適合的時候盡快平倉 即是將港幣兌換成英鎊 兌換了之後就有一大筆的英鎊 沒理由只是放在銀行收很少的利息 自然就想到不如投資在英國的股票市場 今天這個短片就會分析英國的經濟和股票市場的中長期前景 Hi 我是二二 我會在周末分析一些經濟投資議題 如果內容有用請你點贊和訂閱 另外有一個年回報可以做到20%的價值投資系列 一共10個短片 有興趣的話可以在描述欄或者playlist觀看 這個短片下會分析英國的經濟和英國股市的中長期前景 在展望之前我們先回顧一下英國股市過去的情況 英國比起其他世界主要地方的股市表現可以看這個圖 可以看到由2006年開始到現在 英國富士指數有一個低的正增長 正回報 明顯比美國和德國差 和澳洲差不多 尤其公投脫歐之後表現就比較差了 未來的展望是怎樣呢 股票市場的中長期走勢就不難猜 因為和經濟表現高度掛勾 如果我們看之前的這個圖 各個主要指數 都是升的 除了一個國家就是意大利 如果我們看這段時間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 亦都剛好就是所有國家都是有一個經濟的正增長 唯一例外就是意大利 它今天的經濟產值如果扣了通脹因素 跟15年前是差不多 所以一般來說 經濟分析就是股市分析 經濟沒有大問題 股市如果沒有什麼特殊因素 應該或多或少都是會升的 英國的中長期經濟前景有怎樣估計呢 可能大家會想到脫歐 會不會出現一個經濟的問題呢 根據我的分析 就是不會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看回這個短片 簡單來說 因為有人就有經濟 雖然這個不是唯一的因素 但是人口有升幅的國家 沒有什麼特別的政治因素 很大機會經濟都會有升幅 如果再看回這個圖 這些國家都有經濟增長 除了意大利 而在這段時間 這些國家的人口 也都是全部都上升 唯一一個例外 又是意大利 如果根據聯合國的預測 英國人口在未來 都會持續上升 我認為這個預測 估計正確的機會都 挺高 當中主要原因 就是移民這個因素 事實上 如果看世界主要的 已發展地區 歐洲 整體 日本 南韓 都會 或者已經出現了 人口減少的這個情況 而 在這個世界大趨勢裏面的 歷史奇葩 就是美國 英國 澳洲 加拿大 和紐西蘭 他們的人口 在過去 和估計未來 都會繼續升 他們有什麼共通點呢 就是他們都是用英語為官方語言 如果我們準備 移居外地 首先就會想 一些經濟發達的國家 其次就是 究竟容不容易適應呢 而學習當地語言 絕對是適應的一個主要問題 而由於英語 眾多國家都是一個會學習的 第二語言 所以英語國家 在吸引移民上 就有一個先天的優勢 由於 人口很大 程度影響了經濟 而經濟又很大程度影響股市 所以英國股市中長期來說 出現正回報的機會就很大了 當然 投資股票也都需要考慮股值這個問題 因為 無論前景多好 如果股值已經很高 即使經濟向前 企業盈利上升 由於高股值不能持續而下跌 股價仍然有機會向下 如果我們看各主要股市的市盈率 英國是英語五國之中 股值最低 似乎結合了人口和股值這兩個因素 英國股票市場起飛 投資首選 有這個可能 但是它的股值較低也都有它結構性的因素 因為 公司股值是和增長率掛勾的 舉例甲公司和月公司 他們今年的盈利都是100萬 而甲公司和月公司 未來的 盈利增長分別是10%和20% 那月公司的價值就一定是高一點 如果我們將 眾多的生意分為 互聯網生意 實體產品生意 和非互聯網為主的服務生意 例如銀行業 雖然它都會用互聯網提供服務 但是仍然以分行運作為主 這三類生意模式的scalability 即是可 擴展性 互聯網生意最高 實體產品其次 而最難快速將生意擴大 就是依賴 實體店鋪和人手的服務業 而英國的互聯網公司相對最弱 實體產品也不強 強項就是 實體型的服務 例如金融和教育行業 為什麼最早出現工業革命的英國 工業反而現在比某些國家弱呢 我的意見就是 有三個重要的原因 首先英國本土市場 就不算有六千多萬人 但是比起美國 日本 本土市場就比較小 美國和日本 會有更多的創業者 選擇創業製造產品 除了有因 即是本土市場 比較大 之外 更加上如果它成功在本土市場 脫穎而出 在規模經濟之下 它們的產品 更加容易 有成本優勢 出口國際的成功機會就更加大 第二 德國的本土市場 都不是大 跟英國差不多 但是德國的製造業 比英國強 因為它的出口量 比英國高 我們只要看 在街上行的車 我們家用的電器 有多少來自德國 就可思過半 這個跟英鎊 在長遠歷史上看 長時間匯價過高 就有關 我在這個短片 曾經詳細分析 英國在19世紀初 直到一次 和二次世界大戰前 帝國強大 英鎊是全球主要貿易貨幣 加上當時其他國家的工業 仍然比較落後 它的幣值較高 沒問題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世界貨幣首先就變為美元 但是英國由於 想維持它的貨幣地位 人為地將匯價 定是一個不合理的高水平 這就影響了它產品的出口競爭力 而美國、德國和日本產品 就紛紛無氣 第三個因素 英國是金融業強國 倫敦就是世界金融中心 但已經有不少研究指出 其實金融強 就會令到國家的生產力 跌 我的意見就是 金融分為兩種 好金融和壞金融 作為輔助實體產品出現的金融產品 例如銀行貸款 是要來幫一家公司投資廠房製造產品 這個貸款就很金融了 但是如果金融產品本身 就是終極的那個產品 那很多時候都是壞金融 例如恆生指數期貨 這個產品 除了令極少數 好幸運的人 財富增加之外 它主要是製造了 精神焦慮 和財富破滅 我們只要看有多少實業家 將他的精神金錢投放在衍生工具 金融炒賣 就知道對其他產業的影響是怎樣 美國的 科技中心出現在西岸直谷 而不是東岸和紐約 可能也是相同原因 但是以上的分析 就不是英國股市 是不值得投資 因為這三個因素除了第一個之外 其他兩個已經發生變化了 近這20年英鎊匯價就持續走低 以及2012年 誕生了一個叫Made in Britain的機構等等 這些東西會不會令 英國的工業重新強大 有這個可能 當我們家裏除了日本和德國電器 現在也都買了一部Dyson的風扇 外賣我們會用Deliverloo的服務 就是一個徵兆 現在更加重要的就是 經濟集中在服務業 增長就會比較慢 其實也沒有大問題 只要股值也同時較低 所以綜合而言 英國的長遠經濟在人口增長下 就應該沒有問題 英國則中服務業 因此增長比較慢 也都已經反映了 在英國股市的低估值之上 如果英國製造業和科技業 在未來有改善 更加就有可能帶來 意料之外的回報 多謝大家將這條片到最尾 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 想盡快財務自由呢 我有一個年回報 達到20%的股票投資方法 一共10個短片 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playlist上看 如果你已經相信 股票是最佳投資資產 就可以直接由第9個短片開始看 另外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Patreon 支持這個頻道 我的短片裏面的分析 很多會涉及一些數據和模型 這些數據和模型的Excel檔 我會放在Patreon裏面給大家參考 最後如果大家喜歡剛才短片的內容 請你留言、點讚、分享 以及最重要是訂閱這個頻道 拜拜